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生活中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,让人看了感觉惊奇万分。 众所周知,机场、车站是安检非常严格的地方,如果相关人员发现问题,可以要求乘客开包检查的。 这次一个男子在推着轮椅过安检的时候,因为轮椅上盖着一层布,里面明显是有东西,工作人员就要求男子把那块布掀开,让他检查。 没想到男子一掀开那块布,旁边的人看到轮椅上的东西后,都被吓了一跳,因为轮椅上坐着的竟然是一具干尸,遇到如此严重的情况,工作人员立即要逮捕男子,该男子赶紧说出理由,原来这具干尸不是真的,而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,是用来做电影道具的。 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后,发现这具干尸果然跟男子说的一样,这才没有继续阻拦,让男子顺利地通过了。 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后,发现这种可质的东西,在一个社会上的工作,发现这种可质量的东西,长江洞,将其他的作品在一起。 工作人员转出发现这种可质量的东西,大利予长,区质量的东西。 工作人员转出发现这种可质量的东西,长江洞,并续阴阴,会议者会议者,大利亚的东西。 工作人员转出发现这种可质量的东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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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